晚上好 我是威敏 歡迎收看12月29號的百格大時機 首先來關注最新一週的燃油頂價 分別是潤酒期調漲一先至三令吉 潤酒五和柴油價格保持不變 高庭今天駁回三名來自不同組織人士 挑戰華小和淡小違憲的訴訟 裁定華淡小使用華語和淡米爾語 作為教學媒介語符合聯邦憲法 對此 董教總認為 這項判決彰顯了華淡小的合法地位 除了是華教的勝利 也是華教歷史上重要的一天 教總主席謝麗毅也說 今天的司法判決本就不該發生 因為教育法律和憲法 早就已經清楚闡明華淡小的合法地位了 董總主席陳大錦也指出 這是非常重要的標竿性判決 因為憲法賦予學習母語的權利 另一邊鄉 行動黨副秘書長尼可明表示 政府必須立刻採取相應行動 保障全國1321所華小 以及524所淡小的合法地位 避免再有人企圖挑起事端 破壞我國珍貴的多元種族和諧 以及國民團結 那馬華總秘書張聖文則是形容 這是劃時代的判決 也代表全民的勝利 他補充 如果將來再有類似訴訟 馬華也肯定會奉陪到底 那張聖文講完這句話之後 起訴方這邊也表態沒有因為判決死刑 代表律師哈涅夫宣布起訴方會在30天內 陸秉上訴庭提出上訴 哈涅夫指此案涉及憲法 應該被帶到最高的法院做出裁決 以免再現爭議 雪隆發生嚴重水災 近期又爆發 吉隆坡6個防洪蓄水池被批准進行發展的課題 共產黨班底谷區國會議員法米就質問 近幾任聯邦直下區部長中 是誰批准了這些土地轉讓的 法米也強調 此事和西蒙時期的聯邦直下區部長 卡麗沙默無關 而現任聯邦直下區部長 沙基旦接受記者訪問時則是聲稱 反對黨在指控前應該先行求證 沙基旦否認批准這些土地轉讓 並且挑戰反對黨向執法單位舉報 他也說聯邦直下區的土地 不是由聯邦直下區部長或者是市長審批的 大部分聯邦直下區的土地是聯邦土地 和礦物局所擁有 高庭早前宣判內政部長需要在14天內 批准大馬民主陣線的創黨申請 陸大主席沙默今天就宣布了 該黨已經在本月23日成功獲得社團註冊局 註冊為大馬新政黨 目前已經有超過6萬人申請陸黨 但當我們是在法律家比特朗 最主要是為了 对民主党和民主党 我们并不愿意 状态状态状态 被启动了 专门状态 专门状态 因此,我们拥有 拥有和建议 我们在全国的联系 我们也在全国的联系 为写状态 和保护民主党 然后,可能可能 一周后,我们知道 这些良好的故事 塞沙迪也感谢大马的三权分立以及司法体系 让穆达得以获得法庭宣判成功注册创党 同时他也感谢政府没有继续对上述判决提出上诉 接下来看另外一个政党沙巴明星党的消息 原本是沙巴明星党副主席的彼得安东尼 昨天抛下了震撼弹正式宣布退党 另外还有一位08号区州议员朱毅努丁 也跟随他退党 导致明星党在今年就失去了五名州议员 虽然彼得做出宣布时否认是与所面对的官司有关 并且强调本身会在法庭证明清白 但身为明星党主席的沙菲奕阿达则是认为 彼得安东尼退党就是和官司缠身有关 且同情对方 沙菲奕也认为朱毅努丁是受到彼得影响下 仓促做出退党决定 他对两人感到失望 另外沙菲奕也直言 彼得安东尼成立新的多元种族政党 并且和沙盟合作 只会进一步分裂沙巴人和内陆社群 2021年还有两天就结束了 情动党元老林吉祥就发文告针对早前西蒙和首相伊斯曼沙比利所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做出说明 他指出如果首相没有信守诺言也就是在2022年初第五期第一次的国会会议上立法禁止我国的青蛙政治 那西蒙会考虑是否要继续遵守MOU 林吉祥也列出2021年最后一周五国所发生过的持鲁事件 包括首相缺席大马九都教联合会一年一度的圣诞下午茶会 内阁应对水灾管理不善 妇女部长丽娜哈伦清理疏散中心争议以及警方让首相车队先行使等等事件 他形容如果再多出现几项持鲁事件 那么就足以构成2021年持鲁的最后一周 那么今天的百革大事迹到此 感谢您收看也记得订阅支持百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